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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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在日本得到专业的那个 日本齐富药科大学的一个专业的学位以后 就一头投入国内的管理医药的研究 一直在公研院到现在有35个年头 那在专业的研究成绩非常非常的可观 那我无法一一的叙述 但是至少它是代表在中药林医方面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以及很多的一些创建跟发明 那我们今天他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想对大家应该是可以有很多的启发 那么徐竹安教授的话 那么徐竹安教授他是在1995年 拿到美国的John Hopkins的那个博士了以后 98年就回到台湾来了 那也是基本上两位都是在学程 或者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资历以后 就一头的栽到我们台湾的一个 这方面医药的领域的研究 那么徐竹安教授现在是担任国家 在竹南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生物技术与药物研究组的研究研 那徐竹安教授他这方面的话 他的专场其实刚好跟我们台湾 我们现在最热很多的关联性 不管是SARS或者禽流感 肠病毒 或者C型肝炎我们的国病 基本上他研究都有非常多的一些 创建以及发明 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能够 请他们两位来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 他们也非常的好 那么大家有非常关切的课题 我想今天的时间很宝贵 我就不多浪费时间 是不是请两位能够先来分别 做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引颜 来就把他们的一个几十年的功力 来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接着我们等一下 请他们两位上台 然后我们有几个问题 跟他们做交流 交流完了以后我们 照我们的这游戏规则 最后还欢迎各位能够提问 那么提问的形式 还是先写一个提问单 提问单 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书本 那么给大家做一个 可以来促进大家 刺激大家 一起来做一些知识的探讨 我想因为时间宝贵 我就不多说 是不是我们先请 我们比较自身的李言之 李副社长 来跟我们做他的一个经验分享 有请 我们谢谢社长 这个特别晚上来这边 来帮我们主持节目 那来介绍我这个 在这边也做了这么老的研究员 我站在下面讲 还是在上面 在这边讲是吧 那我就站在这边好 那我的题目 就用这个西万之潮 那我想中药 大部分是草 当然也有动物 不过我们 这个其实药是不分东西 并不分南北 这个 其实会致病的就是药 所以黑猫白猫 会拿到只是好猫 不过西万之潮的来源 是因为 情史丸大概听到说 这个权力很大的人 但是到了最后 发现说 他有一种大县 他希望说不要有这个大县 所以就找这个徐福 找这个 海外仙山去找 这是所谓西万之潮 另外一个是 好像白蛇传的白凉凉 他也是 这个许仙 这个 被他这个下出病来 快要挂了 这中间也是找西万之潮 所以我们在想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病痛 那就所谓西万之潮 好下一张 那基本上 一个药 一个药 怎么会作用 那通常它是有一个 药去作用的 这个 的 的 这个点 这个叫拔点 那 它去作用在哪个地方 就产生作用 那 那这个是 从西药的观点去看它的话 那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五 它是在西万物的这个 所谓 Recept 我想等一下搞不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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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博士会再讲 那另外有二十八是在酵素 那 有百分之十一在荷尔門 百分之五 是作为所谓这个 通道 这个通道 就是Ion channel 那 有百分之二在细胞核 百分之二是在DNA 那一些还搞不懂的 那 那 这是 几年前的这个资料 不过将 未来这个因为基因解码 所以可能 这个八点 这是把现在已经上市的 要去做统计 有这么多 那 那当然 因为基因解码以后 就 会发现更多的 蛋白质 更多的基因 所以 估计 估计它可能会更多 那可能会达到 会达到 会达到这个 会达到1万个左右 好 下一张 那 那 我们去做一个药物 去找一个药物的话 就是 要去试用各种物质 那 那 药当然也有用 就是 这些药物 我们要用物理治疗的 有生泼治疗的 有放射线治疗的 那 基本上还是用 用这个一个化而物 因为 成分这个还是多 那所谓药物 大概是这样 那基本上它是从 很多的这个 成分 很多的化学品 去找 那么所谓神龙藏百草 那 说那个百的话 那太少了 那 神龙藏百草 什么一日而喻七十度 所以 弄得它肚子都 变成透明的 这眼睛都瞪出来 它是 人类尝试 这个开发新料的 第一个这个 伟大的贡献者 不过 那个 那个是史书上写 不过 基本上 应该是 有些民族 他就对这些植物 他勇于尝试 那 其实从这个 公园 这个 五千年前 这个我们人类的 这个最早的文化 发祥地 这个 两河流域 这个是 六花纳底河 跟底格里斯河 这个流域 所谓这个泥板树上 就已经有从 用植物去 治疗疾病的这个 的记录 这当初的这个 那时候 那时候 纸草树 上就有 所以上次这个 美军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我们就很怕 这个世界上 最原始的人类 被它 被它炸坏掉 到底有没有炸坏 不知道 不过基本上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从 从这个 大概是一万个 前面的数字上面写 它一万个的化学瓶 大概可以找得到 十个到二十个 可以 值得 晚下 就是安全性 毒性 晚下做了这个 所谓NCE的化学 那这个里面 大概 把它做 大概五到十个 去做它第一项的 试验 这第一项的试验 就是FEST1 就是用健康的男生去做 它没有坏处 不过我们最近去申请FDA的这个 臨床试验的时候 那FDA就 给我们来一个文件 同意我们测试 但是我们 这个 不注重女权 把妇女 排除在外 所以叫我们说 不能排除女生 不过大部分的人 还是不喜欢做女生 因为女生的这个身体 比男生复杂的太多 那另外一个是说 去做这个的时候 通常都会去考虑有没有怀孕 不过基本上 大概很多药常会去避免这一套 就是说 因为怀孕的妇女 其实它的数量没那么多 你为了去做这个实验 然后花了很多钱 结果只开放了一点点市场 这个是 人不畏财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到10年以后 那就整理一下 那质量也比较好 那来到我们的人也 有些事情 也可以使用 找到一个 就出来 那基本上是我们10年 我今天不是专门讲这个 所以我把它弄简单一点 我这个中间将近差不多10年 那大概是 现在是讲大概7亿美金 那姚依搜是10亿 我在开始做的时候 我10年前 他说 开花一个新鸟 跪10的 跪啊 这多少 2000万美金 到现在不是啊 那前几年2亿美金 现在说7亿美金 这个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第一个是 所有的试验 越来越贵 10亿美金 再涨价 另外一个是说 以前做的病 都是急性的病 所以你是做实验 很快就做完了 就知道结果 然后就丧市 越做那个病 越来都是慢性病 急能杂症 越搞越来越贵 好 下一张 那整个这个流程 整个流程 就第一个你要去 确认说 你要作用药的点在哪里 那 刚刚讲 有的作用在消除 有的作用在接受题 有的作用在荷尔蒙 有的 就各式各样的地方 你要确定你的标的 你去确定这个药物的标的 就等于说 你要去治疗疾病的这个策略 就决定 那 我们要去杀一条牛 那 有一百 有很多的方法 你把它 把它 从 从这个 把它弄到水里 把它淹死 把它杀掉 你拿一次刀 从心脏把它吃下去 去杀掉 你去用电 把它一电 电死掉 就有一种各式各样的方法 那去解决 比如说 一个障碍 或是说 一个菌 稀菌 你要杀死它 也有很多方法 所以你要把它作用的地方去确定 确定以后 你就 就会去找很多的材料 很多材料 要来去 去测试这个模式 看它会不会有作用 所以去做这个药物筛选 那刚刚讲 大概是 有经过设施 计的化学瓶的话 大概是一万个 找到一个 当然不是说一万个 只有一个有活性 那时候 有活性的里面 你要去看它有没有毒性 有没有副作用 有没有 制造会不会困难 等下 到了最后 吃下去 会不会有什么 味道不好 等一下 吸收不好 等一下 溶解度不好 什么东西都要考虑 所以 所以去弄一万个 不是说 只要一个有活性 搞不好 好几千个都有活性 但是最后会过关的 当然 不是说最后 因为你公司要推出去 还是 只推一个 你不会说 同时出了十几个 然后自己去打自己 所以大概 会去塞 就是这个原因 塞完以后 你会看它这个 所谓SAR 就是Structured Activity Relationship 它的结果跟 活性跟它的相关性 然后这个以后 就是在体外的模式做完 你就做细胞的模式 去到模式以后 你就去做 身体的模式 就是像动物实验 老鼠 兔子 当然老鼠特别多 因为老鼠 长得快 繁食得快 品种又多 那 再来的话 以后再去做其他动物 那去做它的ADME 就吸收排泄 分布 然后它毒性等等 才可以 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不错了 去请专利 不然你去 白请一些专利也没有用 请专利以后 你就开始 就是需要去做它的自成分大 量产 你有的东西 很有效 没错 这个贵实的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 摆得起 那也是不行 所以 要想办法把这个价钱 压到某个程度 另外一个是 你可以卖多少钱是固定的 你不会因为你的本钱很贵 所以在卖贵 当然有差 但是基本上 这是有一个固定的经济学的这个 道理 那真的太贵 还是承受不起 那再来的话 就要去做它的剂型 那当然这个剂型也可能在前面做 这个中间 去制造 我们通常出来是一个粉末 是一个颗粒 那你等一下把它做成药丸子 焦囊 注射针的剂型 那做完以后 你要去做它的安全性实验 做临船 然后 也毕业上司 大概是这样 那这里有讲说 大藥厂可能他对生技的这边比较不懂 那另外一个是 可能生技工资 他可能对制剂做制造 这比较不懂 这是大概一般的药 我们还没讲到中药 下一张 那基本上 这是从某个 就是从 在某个地方 抽这个 将近300个药物 来去做它 去做它分析 那就是 像民意调查一样 就做统计 那基本上 大概 这里面bas 大概有 有两百 就大概有百分之 有两百多 就 我刚刚忘记是多少 就大概这是 就是合成的 所以合成呢 当然还是比较多 但是其他地方 你看 它其实是 是來自於這個天然霧的 有這個127是來自於天然霧 然後去經過化學修飾的 有30個是天然霧的 有28個是所謂生化的產品 這個當然也是天然霧 再來的話是有這個合成的藥物 但是它是由天然霧去想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這邊加起來跟它那邊差不多 所以現在在上市的藥物大概一半一半 有一部分是用化學家去想出來 另外一半是上帝做出來 或是上帝做的東西再去把它修飾一下 我們現在講到的中藥 就幾乎百分之百是來自於天然霧 這個造物者去造的東西 終究是比較跟生物體的相容性 我們現在講這個 中國有四大發明 紫蘭針 火藥 印刷士 紫 我覺得有這個第五大發明 這是中藥 好 下一張 中藥跟這個西藥的不同 這個是有點偏見 不過我們用這樣子去把它分的話 會比較想得開 可以分得出來 第一個是中藥 中藥治療的對象是疾病 西藥 它是什麼病 什麼藥 什麼病 什麼藥 它針對一個拔點去做 中藥的治療就是它是對人 所以等一下 另外它的做法 它是消掉這個病因 把那個病因弄掉 所以這個頭痛一頭腳痛一條 當然西藥不正會同意 中醫它比較強調的是體質改善 所以改善身體的體質 那當然理論它這邊是比較完整 是現代科技 生理學 藥理學 分子生物學等等 那這邊的話就是古代 所謂營養五行 經絡 那等一下我們會想到說 經絡跟 營養五行這個東西 可能跟現在的這個 西藥的這個去生理 所謂藥理 補理 病理 什麼去結合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做的工作 那基本上西藥是所謂對症下藥 什麼病做什麼藥 中藥是對症 就是病壞以內 所謂是表症於外面 所以從這邊來做 那需要有這個外科內科 所以需要就是所謂奔草 有機化學 那這邊是荒技針灸 大概是這樣 下一張 那這個是可能 我們去看那個植物的成分 因為我們大概重要來自成分 來自於這個 來自植物 那一般來講 植物大概會有一些成分 那有一些成分是 是所謂共通性的成分 就是大部分的植物都差不多差不多 那像什麼 像糖啊 像碳水化合物 像蛋白質啊 核酸啊 還有一些像多酚的化學品 那這些是大部分都有的 那另外一個是有特有的成分 所以是特殊成分 所以你去做這個植物化學 大概會會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比較接近生理學 它就會做一般的成分 那這個就代謝的過程中 過程它的有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很特殊 很特殊有時候是有特殊的作用 所以像這邊 譬如說 像高分子的多糖啊 蛋白質啊 那這個是一般的成分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作用 其實是有作用的 我們去看它的活性 健康區譬如說 都搞得老半天 都什麼 都大概是對免疫調節啊 代謝啊 或是腸類虛性的調節 排泄啊 抗病毒抗腫瘤 這個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對這個引起的這個免疫的作用 那另外一個是低分子的 低分子的大概就是像 一些特殊的這個小分子的東西 一些小分子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一般性 這個也 到底是說差不多 我們引力要帶一些 抗胞硬化 抗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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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一些就是很特殊的這個 特殊成分 那上面這個是過程成分 這下面是特殊成分 甚至某個比較厚的這個化學 那他說成分 比如說像這個生物菌啊 像一些這個 撒泡胃啊 像這個生物菌啊 像這個生物菌啊 那所以他做一些特殊的樣子 那基本上 有 有 一般性的作用 比較接近發生生物的狀況 會不會太太太深深了 好 好 下一個 所以我基本上他就會 會有一些這個作用 譬如說 他這個 對內複敏性的影響 那這個大概都是一些酵素啊 一些維大病啊 什麼 的影響 或是 對這個神經系統的一樣 對內複敏的影響 那這是大概 大概 身體裡面 很多的 作用的相互作用 好 那這個所以 它就會 有這個什麼 多成分 多的相互作用 好 我好像講得太慢 好快點 下一張 那這個我自己講 這個重要跟需要的不一樣 我們這個有一個 不規則的形狀的時候 那我們去解這個的方法 有一種 這個就是 就像艾斯坦 它就 對每一點去對 它的這個 X對Y對 對積分 這是一方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像這西部牛仔 就 啪啪啪 看打了幾顆子彈就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像 歐巴薩 阿婆 把它剪下來 然後趁它重量 每平方公分 多少 一下子看出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面積 我們要算它面積 那中藥 中藥應該是 是類似這個的方法 這個是應該是西亞 這個應該是外科手術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去 去演繹 這個我們 中藥所以它叫我講一句 隔耳眼神 講這個 這孫思苗講 這孫思三醫者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那 這個也是 這個好像是 是革命家 就破壞 這個可能比較像這個 那個說理論家 哲學家 那這個是真正的能夠 去帶人民往這個 去做的好的政治家 這個從政治角度來看 所以天下的事情都是 是 百律而一致 那個是 它說什麼 這是義經上講的 什麼 經種晚來 盆從耳屍 天下何事何利 天下 一律 天下 什麼 它是 百律而一致 就是 不懂的方法去有一個 一個通常的結果 下一張 所以這個藥 從西醫跟中醫來講 這邊是比較接近毒性 用毒的方法 中醫是調節 便宜的功能 下一張 所以基本上它的問題都在於 藥材都是多成分多功能 然後多基因 所以跟西醫怎麼去接軌 這個理會看起來就會變很複雜 下一張 那我們去 從分析這個 我們的機會 大概是要找一些 比較西醫沒有辦法治療的 比較長期的病 毒性高的 的這些藥物 下一張 大概我們之前做過的幾個工作 一個是從天然物去找它的成分 一個是存化 這是一個工作 另外一個是用植物的細胞去培養 它的有效成分 再來的話是 是從它去找新的化合物 這也是一個工作 另外一次是去改善它的機型 這都是可以做的工作 下一張 這個大概有中藝 怎麼去改善中藥的製程 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怎麼像濃縮 下一張 因為我發現時間不是很多 這是我們大概做的 比如說因為中藥的來源 不同的植物 不同生產地 不同的機緣 它都會不一樣 有一個辦法怎麼做 我們就用組織培養去養它 我們找植物的細胞 在這個培養盆裡面養 所謂遇上細胞 然後去做它的培養 或是用它來做苗 去長出來 每一棵植物是來自同一個細胞 這是一種做法 下一張 另外一個是說 讓它長出毛磚根 中藥很多是用它的根部 把這個圍體 環子體 然後把它經過一個菌的刺激 再把它變成 讓它通通變成根 這也是一種做法 這我們做得還滿成功的 這裁服 下一張 另外一個是說 中藥的來源可能會有 各式各樣的來源不同 所以發展一個用基因的方法 去定序 找片段的這個 可以很精確地去管制它的品種 所以把這分子生物學的鑑定的方法 用進來 下一張 另外一個是從植物裡去找它的有效成分 這是一個例子 從這個三黃蜂去找到這個多塞蜂 然後去做它的化學原生物 這個也算是一個不錯的例子 其實它的機制是不太一樣 這是也去做了它的動物實驗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最近做的一個肝病的 一個V肝的藥物 基本上這個是整個V肝的生活的過程 那現在V肝是有藥 一個是肝老鼠 一個是所謂的 那基本上它大概毒性很高 然後有副作用 這個病人的接受度很不好 而且會復發 我們現在大概找的是一個藥 是希望它在細胞核的時候 能夠醫治 所謂它的CCDNA的複製 是從中要來 這個東西我們 就是也通過FDA的所謂IND 所以讓我們開始去做臨床 認重到遠 在剛剛開始 好 下一張 所以基本上大概一個植物 然後你去要去管制它 所以需要有分子生物的方法去做它的機緣捐地 那開發的方法就是比如說用組織培養 這個是可以找得到品種更穩定的控制它的方法 那這個萃取的話 大概最近有新的生化的技術 所謂各式各樣的化工的超臨界流體 什麼兩項萃取什麼特殊的萃取 所以這個都可以用上去 再來是分離 那分離生化方法也有 有新的這些射程分析的方法等等 所以基本上把中藥去分出它的有效成分等等 這個都 那再來是活性篩選 其實我們現在用的是跟吸藥的方法其實一樣 那這個說對也對說錯也錯 剛剛講到說 中藝是治人 吸藥是治病 不過基本上我們要去跟 去別人的球場打球 所以還是按照它的規矩去把 按照吸藥的方法去篩選 但是我們先從中藝的這個臨存的結果往後推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抓到了兇手才去找它的證據 跟這個吸藥的方法不一樣 吸藥是從證據去找兇手 這是跟劉邦有命案跟白曉燕命案不一樣 這白曉燕命案是知道兇手是誰 然後就去圍剿他 劉邦有命案是有很多證據 但是那個證據都不知道是哪個是兇手 那中藥是這個好處 所以一定做得到兇手 因為已經有兇手了 那基本上大概是製造方法 有一些技術的改善 下一張 這是大概一般在用的方法 那基本上我們會有一個藥 不管是一個副方或是單方 那從臨卵上使用有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先去做它的活性 那證實它有活性 這是它的活性以後 我們就去做它的活性的部分 去把它分出來 那分出來以後 不管是從單方還是複方都可以 那分出來以後 我們就會去用這個化學的方法 然後去把它的成分去決定說 有效的部分的化學成分是什麼 那這個成分有的話 它會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我們就去生產這個成分 另外一個是說 忠實我用整個藥 那也可以用這個來當作蘋果的標的 那這個的話 那另外一個是我可以去找它的成分的部分 成分去組 就是做新的副方 所以這個大概是現在在做的方法 雖然我們再下去還要再進一步的方法 不過現在這個方法算是比較一般在做 而且也做了幾個藥出來 下一張 那基本上當然還有一個是說 中藥的講法 所謂上醫治未病之病 下醫治已病之病 所以基本上中藥也比較講究所謂 類似健康食品 就是說健康的人跟病人之中 然後還沒有生病 或是說他可能會生病 還是希望他不生病 那這中間可能還有一段 類似健康的食品 那這一段大概也是中藥做得比較多 那現在是所謂健康食品 那另外就是一個是保健 育環 其實育環以外 現在還講究了一個是養生 養生的話就是不要生病以外 就是讓生活的品質過得比較好 那你不會死 那你像很多這個安寧病患 或是說安養院 躺在那邊 這邊插個管 這邊點滴一大堆 然後什麼事都不知道 然後五六年 十幾年 就好像在做組織培養 或是做什麼 做動物器官的培養 那個單裡的培養 這個東西跟活的跟死的之間 到底 這很多機能在 但是沒有意思 那我們現在大概是說 在中藥的話 這邊就比較講 我們現在講就是說 來讓你品質好 品質好除了還很聰明 耳青 耳聰目明 然後其他的機能也要很好 不是這裡痠那裡痛 然後呼吸也會很好 消化也很好 大便暢通 就一切 這個天下室就是這樣 這個 你說 死鳳梨不得外出 不見得 生活雖然很兇酷 但是身體很健康 過得很舒服 所以中藥大概 會比較講這些 所以我今天大概好像有點糊塵 下一張 因為我剛剛看他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趕快加速把它報完 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是所謂引言 把題目帶出來 等一下徐老師這邊 他比較有科學一點 我把科學的都挑掉 因為把真正的化學 帶進來的時候 或是分子生物學帶進來 就太無聊了 好 那就我先站在這邊 然後等一下 可能是一起 等一下一起 我們是引言 就點燃一些問題出來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非常謝謝我們 李副所長 把工研練生醫所的 這麼多的研究的系統的結果 跟大家分享 我們非常感謝 尤其用圖紋冰茅的話 深入淺出 讓大家對一個中藥的中醫的科學化 現代化 有一個比較好的系統性的了解 我們合集心靈 我們中國人真的 既有中醫的傳統 但是現在又能夠吸納西 中西合璧 現在我們就請 我們徐主安 徐教授 他所代表的是 在國衛業裡面 這一方面 又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研究 我們來中西合璧一下 有請 謝謝主辦單位 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的辛苦 然後謝謝林社長 謝謝易老師 還有朱老師 還有各位 今天是禮拜五晚上 這個願意犧牲你們時間來 這個我們起來 算是我覺得我們就交流交流 那麼剛剛李副所長也提到 是說 所以我今天我比較focus在這個 就是說 一般來講做西藥方面 可是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實在是 所以剛好這兩天 似乎好像我們 這個整個台灣社會好像 這個腸病毒 大家也很關心 所以我今天也許 我就從這個 病毒藥物的這個 這個 這個角度來 如果我們打了一個噴嚏了以後 通常 有一個合理的懷疑 就是有病毒感染 大家看得到病毒嗎 再按一次 合理的懷疑可能有病毒感染 但實際上病毒是 眼睛是看不到的 再按一次 這些是 有幾種不同的病毒 他們在這個EM 電子顯微鏡之下的一些照片 我們再看 那病毒的大小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這是一個 這個刻度 這個大概是 一公分 一個millimeter 所以我們看到 一般來講我們的細胞 細胞的大小大概是在 十的負五次方meter 大概是 幾十個 micrometer 微米 OK 我們現在講奈米時代 對不對 那奈米時代的話 你看 就是大概 這細菌 細菌也大概是 一個micrometer 或小一點 病毒 你看這裡有 好幾個不同的病毒 根據這個病毒的種類不同 它可能可以從 好幾百個 Narometer 到大概只有 二三十個 Narometer的這個size 一個Narometer 十的負九次方公尺 Narometer 好 再按一次 好 那麼其實比原子 還小的一個刻度 再往下的 十的負十二次方 這一個度量痕 這個刻度表示 是pico 為什麼講pico呢 因為待會兒我可能會講一下 腸病毒 腸病毒的話 它在病毒的分類裡面叫 它是在 就是小RNA病毒科 就是用這個pico的這個字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個這個印象 再往下看 好的 所以那我想病毒的分類 其實我們講到生物學的話 講到分類 病毒的分類的話 其實也可以根據它的 不同的感染的器官 或是說感染的這個 它是感染動物的 還是它是感染植物的 那麼這個 自從我們有了分子生物學之後 我們就發現 病毒學家們發現 像我們人啊 我們說我們人類的 遺傳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 遺傳的這個工具是什麼 是DNA 是DNA 那DNA當然製造出RNA RNA的話 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功能 它負責製造蛋白質等等 但是病毒的遺傳的這個分子 除了跟人一樣 DNA之外 它也有RNA 所以我們在病毒分類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就是 可以說 大概哪些病毒是屬於DNA病毒 那麼跟我們這個日常生活 這個 或是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疾病 這些DNA病毒 其實這些致原 都是一些什麼希臘致原 我們就看 我大概 最後我可能會提到 就是說有幾個 剛剛李副所長提到的 B型肝炎病毒 人類乳塗狀病毒 這幾個病毒感染的話 其實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問題 感染的話 通常有子宮頸癌 這個病毒 跟它有非常高度的相關性 肝癌跟B型肝炎的感染 然後泡疹病毒 它也是屬於一種DNA的病毒 天花病毒 Pox virus 再往下看 好 那有哪些病毒是 這個 這邊舉幾個例子 比方說現在 我們關心的這個腸病毒 它是屬於這一個Pico Pico 就是剛剛看到的 很小的意思 這個是以前人家就這樣子命名 大概是這個病毒裡面 其實你看它的這個 這個圖也不是亂畫的 這個圖大概是根據 它實際上的一個大小 大概的一個比例 然後一個電子顯微鏡下面 下面看到的形狀 它大概就是把這些病毒的 這個圖形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 大概這些病毒裡面 它確實在大小來講 是最小的 所以顧名思義 Pico RNA 就是說它的 在好幾十年前 人們這個病毒學家 把這個病毒命名 就是說它很小 size很小 那它是以RNA為它的遺傳物質的 這個病毒 還有我們前幾年 發現有SARS SARS的話是冠狀病毒 它也是一個RNA病毒 流行性感冒病毒 像或是說禽流感或人流感 也是以RNA為遺傳物質 Retrovirus 像愛滋病病毒 它是屬於那個 也是 是以RNA為遺傳物質的病毒 好我們再往下看 好那麼 所以我先講一下腸病毒 為什麼叫腸病毒啊 其實在病毒學裡面 腸病毒你看 我們說這個是 我們學生物學的時候分類就是 界 門 綱 木 科 鼠 總號 Family 就是科 所以這個小RNA病毒 它是在分類學裡面 一科 一科下面的話 有這個所謂腸病毒鼠 腸病毒鼠 所以你看腸病毒鼠下面 好多這個 好多家族成員 當然我們現在最頭痛的 或是大家可能有點 這個很緊張的叫做 是其中的一個 好再往下看 好 是腸病毒鼠 這個腸病毒鼠裡面的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種 這一個種 就是Human Enterovirus A 這一個品種 它的其中的一個 牙種 就是EV71 腸病毒7017 好 所以這個病毒相當的複雜 所以說 其實你也可以 大概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要發明一個藥物 對全部的病毒都有效的話 好 可能是會有一些 有一些挑戰 有一些挑戰 OK 再往下看了 好 這個字很小 對不起 不過這張圖主要就是講說 其實很多人類的疾病 包括一些腦炎 腦膜炎 肺炎 等等 這個很多疾病 大概是 就是它的病根 就是病毒感染 病原理就是病毒感染 那麼現在 我去年看到一個資料 現在就是 我看到一個統計數字 大概現在就是說 吸藥的成分裡面 可以醫生開這個藥 給病人來用的話 大概有七八千種成分 是可以 人可以來使用的 所以 大家可不可以猜一猜看 好 七八千種這個 這個有效成分裡面 大概會有多少種 是可以 是針對病毒的 好 對症下藥 每個吸藥其實它都有一個 這個 這個說 大多數的吸藥 都有一個很清楚的機制 有沒有 猜猜看 不到一百 有人說不到一百 哇那個 就是 這個相當低的比例 OK 還有沒有人要 蛤 有幾千 五千 一半是抗病毒吧 好像也沒那麼多 對 因為你看這個 什麼心臟病的要 高血壓 蛤 兩百 很接近了 最接近的是不到一百 不到一百是正確答案 好 再看一下下一張 好 這一個是大概幾年前的一個 一個論文 一位教授就把現在 這個吸藥 這個 所以這紅線畫的就是說 好 我們剛剛看到前面 前面一張圖你大概 我們每一個每一個去看 可是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可能 這個病毒 會造成人類疾病 大概 隨便數一數 可能 可能會超過一百 一百種病毒 好 那麼這個藥物每個數一數 我大概數的是不到五十個 好 這個就是HIV 就是 好 你看這個HIV 這麼多藥 好 HIV的話在台灣我想還不錯 台灣的這個 愛滋病的這個盛行率 雖然這幾年有在上升 但是整體的演算是 還比較少的 好 那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也好 這些藥一半都是治這個病毒的 好 那B型肝炎剛剛提到了 有一些藥物但是 好 那個效果也是有限 好等等 OK 所以我們發現 就說 也許我們 待會兒剩下的時間 我們可以 聽聽看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 這麼少病毒的藥物啊 是為什麼 大家不去發展了 好 那如果或是說去發展 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難 這個困難 可能有哪些困難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 剛剛講藥物啊 其實當然就是說藥物 我想是治療 剛剛要講其實像 包括艾滋病病毒 什麼二十多種藥物 醫生可以去選 但是艾滋病病人 現在是 得了這個病 是要終身服藥的 目前的藥物 還沒有辦法把這個病治好 他服了藥以後 他可以控制他這個 艾滋病 AIDS 就是說病毒感染 不會讓這個病人 這個進展到 這個AIDS的 這個就是免疫 免疫都上市的階段 但是他如果一旦停藥了以後 病毒馬上就上來 如果時間久的話 他整個免疫系統就會被摧毀 那時候就是 艾滋病的這個 臨床的這個可怕症狀 所以 藥物其實是 還是 就算 就算你發展出來的這個藥物 其實還是相當 有它的極限的 不過 好幾個病毒啊 其實 這個可能歷史上 也很重要的一些 這個瘟疫 其實 是有些 什麼最好 疫苗可能 可能是更好 疫苗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人認得這些 這些 都寫了 對不對 沙冰 這兩位是發明 小兒麻痺症 的這個疫苗 Edward Jenner 珍娜博士 他發明的是牛豆 Louis Pasteur 我們現在如果 喝牛奶 他跟你講的殺菌法 是巴斯德殺菌法 他是 對 對 Yes 沒錯 對 他就是 可以說是 維生物學的 開山祖師爺 他發現 就是說 維生物可以造成很多肉 肉會壞掉 會有臭味 這些都是 因為有維生物在裡面生長 他用實驗把它證明出來的 當然疫苗來講的話 巴斯德發明的一個疫苗就是 狂犬病 狂犬病也是病毒感染造成的 對 沒有錯 我說 因為今天我的這個主題是 跟病毒相關的 所以在這個 他這邊我把它放進來 是因為他發明了 狂犬病的這個 病毒的疫苗 再往下來看 好 所以這個小兒麻痺症 在我這個同年齡 就是我的成長過程當中 總是有一些同學是走路不方便的 不要穿特別鞋的 那絕大多數就是因為 小兒麻痺症的這個感染 那個 所以 這個發明的話 我想是一個 對人類相當有貢獻的 那現在的話 現在因為這個小孩子出生 在台灣也是一樣 都有那個一個手冊 什麼時候去打這個 打這個疫苗 或是還有口服的 那 那小兒麻痺症 我的資料是顯示是說 目前為止 在美國 會得到小兒麻痺症的 就是非常少 那是因為疫苗的 這個 還是沒有辦法做到 百分之一百 的這個量率 它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也許就是說 一百萬劑或是一千萬劑裡面 就是會有 那麼幾劑 會造成這個 你注射疫苗的人 的這個 這個 反而生病 所以說有些人就是說 因此 對於這個疫苗也很緊張 不過這個就是 這也是 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做藥這麼難 因為現在大家 對這個藥物的安全性 要求越來越高了 我們 那個 也許再看下一張 再看下一張 像這個 Jana 她在大概兩百多年前 發明這個 牛痘疫苗 來自 天花 因為她觀察到 好像這個 擠牛奶的 這個 工人 比較不會得天花 所以她就有個假說 是不是 就是 那牛的話 就是 就是 牛也會長 跟天花類似的 這個 的這個病 所以叫做牛痘 天花就是 你看 都起這個痘 這個 所以她就做了一個大人的假設 她就 就認為說 也許 這個 牛的這個 pox 牛痘 也會感染人 感染人以後 可能人就免疫了 當然那個時候 還沒有免疫學這種學術 所以這個 確實是有她所謂 爭之濁見 但是她是怎麼證明的 怎麼證明她的這個idea 是不是會 是對的 她就是把 牛痘 牛痘的這個 這個水痘 就是 水泡 裡面的 泡液 抽出來 打到 小孩子身上 OK 這個事情在今天 是完全不可能被容許的 打下去之後 要證明這個打下去 會不會預防啊 所以怎麼呢 她在把天花病毒打進去 以今天來講這個 是簡直是 這個 不人道 其實是不人道 但是以前 因為這樣子的發明 所以 在病毒學的這個 我們說 在人類歷史上 我覺得這個 可能也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事件 世界衛生組織 在1980年 就宣稱了 天花已經從全世界 絕機了 所以大概 在座 我看到有 高中生 你們大概沒有中過牛痘 有嗎 高中生有嗎 真的啊 80年 可是80年到現在 現在97 不是 1980年啊 英國71年 OK 還是有是不是 I'm surprised 就是有的 你們還有打是不是 是 OK 還不錯 因為我要講的是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就說 天花已經絕機了 我們也不需要藥物了 Yes or no 自從美國雙子星 被恐怖事件攻擊了以後 其實很多人都很緊張 所謂的恐怖分子 他們 有謠傳說 他們在世界的某些地方 再把這個天花的病毒 重新再把它大量複製 希望他們 可能要做成一種 生物戰劑 那如果 我們 這個 沒有預防力的話 這個 這個可能會 我想它那個 心理的效果是 會很可怕 再往下看 好 所以 我們剛剛就看 大家看說 其實疫苗 還是很不錯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 可以預防病毒的疫苗更少 我們剛剛看到藥物不多了 疫苗是更少 可以數得出來幾個 艾滋病病毒有沒有疫苗 還沒有 這個 這個 不知道全世界不知道 多少科學家 花了多少心血 還沒有疫苗 幾年前SARS說要做疫苗 彈何容易 這個 也就是沒有 反而是說你看 以前科學 不是那麼發達的時候 他們就去試了 就好像 你看幾個 就流傳到現在還在用 包括我們說 麻疹疫苗 那也是 好幾十年前發明的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 分子生物學 好 不過不然怎麼樣 我們到現實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科學進步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對病毒的 病毒的這個機制的了解 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說如果像我們的話 我們就去研究文獻 然後甚至於實驗室自己會 這個 會去做一些試驗 我們去看看病毒的灶門在什麼地方 灶門知道了以後 然後再來設計一些方法 看看它這個灶門可不可以被我們給攻破 大概是這個 這個樣子 所以 假使說我們想像這是一個細胞 這個細胞 病毒它一定要進入細胞以後 它才會複製 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生物體 然後病毒怎麼可以 黏附到這個細胞上呢 都有特別的機制 每個病毒不一樣 病毒進入細胞 每個病毒也不一樣 病毒要把它這個基因體要打開來 都有特別的一個機制 當你知道這個機制的時候 也許你就可以設計一些這個特別的方法 然後病毒它要複製 它要產生很多後代 所以說這一 理論上來講 每一步都可以是 所謂的灶門 那 OK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當然 我們有這個 知道他們這個病毒 可以在 就是 它的這個分子標的 或它的灶門所在的話 我們可以設計實驗 我們可以去做 現在的話 我們都會做所謂 先大量篩選 你說 因為我們要做藥吧 我們要做藥物 所以總是要有一個 要找到一些藥物 就是化合物 小分子的化合物 它可能可以對這個病毒的 某一些 我講病毒在複製 病毒自己有自己的酵素的話 我們就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這個 酵素的抑制劑 所以 找下來以後 然後呢 當然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要化學合成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以後你們有機會去學到 這個化學合成 有機化學 這是一門 我覺得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學問 我們再看 再往下看 對 好 所以理論上來講 就是說我們 根據這個 這個通常我們叫做 所謂有點是 這個 校數學有一個叫做 lock and key 的一個 這個concept 就是鎖和鑰匙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 鑰匙 每隻鑰匙拿出來 其實長得 大致上差不多 可是你會發現 長得就算 這種一樣的鑰匙 還真的只有這一隻 可以去開 某一把鎖 稍微不一樣 它就開不了 那當我們要 所以我們要找這個 抑制劑的時候 道理也類似 當你這個抑制劑 有那麼一點抑制 可是又 又不是很緊的時候 可能效果也不好 所以難 有一個地方難在這個地方 你怎麼樣 目前為止 我的經驗 還沒有說你是說 就是盲目的用篩選的方式去找 就可以找到說 這麼好的一個抑制劑 沒有 從這裡 這裡當然就給你一個 很好的一個 開始一個起步 那到這裡的話 可能有時候 你可能需要合成 三百個 五百個 甚至上千個 所謂的這個類似物 然後去做實驗 去驗證 哪一個類似物 它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然後再往下看 那這15年 將近20年以來 那個我們的分子生物學 這個多了一個領域 叫做 就是結構生物學 以前的酵素 什麼都是一個concept 現在 酵素其實它這個蛋白質 酵素是蛋白質 它是可以結晶了 它可以長成crystal 這結晶了以後 用一些物理的 物理的這個雷射的方法 去繞射 可以把這個 這個結晶的結構解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些藥物 比方說 這是一個HIV的蛋白酶的話 它中間有一個 就是真的是有一個活性中心 就是一個孔洞 所以這個也跟我們 這個教科 大概七八十年 這個酵素學學在發展的時候 那個人 那個時候大家都看不到東西 就有這種concept 所以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了 這個是 確實是存在的 那麼你設計出來的藥物 是怎麼塞進去 這個大概也都 確實就看到了 當然這個為什麼對做藥很重要 就是說有時候 通常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以前的話也就是盲目的做 盲目的做了以後就是去測試 哪些活性是更好 所以現在的話 就是說你在做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去所謂的 產生這個cocrystal 共同結晶之後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化合物跟我們的標靶 它們之間 它們是不是可能需要再多個清建 可能是不是這邊的 它可能太大 稍微讓它小一點 我們都已經可以這樣子 有一個所謂 巡禮化的設計 再往下 OK 所以HIV 這個是它的這個藥物性行測試 再來 好 那 我就很 講到這裡 我跟各位分享一句話 這句話是Michael Faraday 他講的 法拉第 是電學大師 Let the imagination go Guiding it by judgment and principle But holding it in and directing it by experiment 那我特別喜歡就是台大教授張文亮他的翻譯 在他寫的這個法拉第的故事裡面 這本書裡面 讓你的想像力向前奔馳 我們常常說想像力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在我們這個領域 可能實驗也很重要 你的想像力要用你的理智的判斷 要用還有精確的原則 要去規範 那如果你有能力去做很嚴謹的實驗去 這好像就是好像 這個實驗就好像 一匹很會奔跑的馬的江繩一樣 他可以讓這個馬 他奔跑 但是他不是亂跑 原文 Directing it 江繩不只是拉緊 不只是告訴你方向 他會做實驗 常常會告訴你一些方向 這是我個人切身的體驗 以前看教科書 然後當然會有一些想像力 那想像就是空想 當你做了一個實驗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的想像力跟實際是差多遠 那更棒的是 更棒的是做實驗的過程當中 常常發生的很多事情是 我們原先沒有想像的 然後我們嘗試去解釋這個的時候發現 是不是可能這個樣子啊 那個時候我認為實驗可能在 也在實驗本身如果設計得好 設計得很嚴謹的話 它是可以幫助你的想像力 可以往一個更有創造潛力的方向 所以跟各位我們再來還有還有一些 那因為剛之所以要講那句話 就是我們剛已經看了一些例子 有些病毒似乎可以被 被我們人類就是說發明一個疫苗 它就可以被消滅了 那艾滋病的病毒卻不行 所以這個就是說我覺得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 美國以前有一位總統叫尼克森 尼克森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說要向癌症宣戰 那個時候是美國國力正在最旺的時候 美國剛從一個就是跟蘇聯的太空競賽 本來是在落後的一個狀態 他後來第一就是登陸月球成功 等於就是超越蘇聯了 可能可以說不可一試 然後想到說這個Poliovirus 也可以被我們控制了 那時候Cancer就有這個問題 他說我們政府國家要投資多 research 我們五年之內要讓這個Cancer 不再成為人類這個重大的疾病 意思是說可能你會有一個好的療法 或是好的藥物的發明 可是他說那句話之後 到現在也35年了 我想這個想像力的話是無所謂 但是我們真的是必須要了解到 其實如果一件事情 我沒有做過實驗 或是我沒有大概實際去了解 這個很難去做一個類比的推導 比方說小痰麻痺症有病毒 它跟腸病毒都同屬於PicoRNA 就是小RNA病毒科 那麼像的病毒 為什麼小痰麻痺症病毒 60年前就已經發明了疫苗 腸病毒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發明呢 所以這個也不能這樣子的類比 所以我們沒有證據的時候 絕對是不能話說太滿 絕對是非常冒險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再看 因為可能時間關係我可能 好 我們還有剩下幾分鐘 剛剛好是不是 我們再往下看好了 我看是不是還有 好再往下看 好再往下看 再來 再來 好 再來 好再來 我們就把它講完好 那最近就是 其實這兩天啊 包括中國時報 也刊登了這個消息 趙宇森主任 趙宇森主任是我老闆 他就講了一個事情 事實上我們 在我們的單位 我們大概五年前 我們就有發展出來一個 可以在實驗室裡面 實驗室細胞培養的狀況之下 他對於抑制腸病毒 還有很有效的小分子化合物 很有效的小分子化合物 那為什麼就做不下去了 因為事實上我們做到那個 當然就是也很興奮 有這個成果 專利也申請 現在已經取得了 然後其實我們也很希望 因為我們畢竟是研究單位 我們不是生產製造單位 所以在這個實驗室的發明 和這個化合物要成為藥品 中間還有一段 就是所謂臨床 臨床還有一個臨床前的測試 臨床前的測試主要是測試 看看這個藥物 毒不毒 是不是 剛剛也提到說 它是不是有很 有很這個不理想的副作用 它就要被淘汰掉 但是這一步的這個測試 是非常花錢的 那也不是說 也不是我們一般的實驗室 可以做得來的 它有所謂的這個 有一些要特別認證的實驗室 做出來的結果 那個到時候 不管是美國的FDA 或是台灣單位 它才會 它就是要經過有認證的 這個特別的實驗室 那就想提到一個就是 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大概像腸病毒這種疾病 它這個藥物 第一個 我們雖然在實驗室裡面 發展出來 有很不錯的一個化合物 可是這個化合物 它要能夠變成藥物的 這個我們就是說 照統計的數字來看 是不高的 所以說這個化合物 要把它變成藥物 第一個一定要投資 投資之後 它能夠就是照統計數字來看 大概兩%左右的這個機率 五十分之一 所以這個中獎機率不高 即便是這個真的是中了獎了 那腸病毒這個藥物 大概很難回收成本 藥廠這個投資 大概也都很難回收成本 那病人吃這個 尤其是小孩子 大人也不吃 特別是只有小孩子要吃 那小孩子如果不是特別有狀況 真的 父母可能也不見得 會讓小孩子去吃 特別這個多的藥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我覺得是有點 所以我們過去幾年 我們也希望能夠把這個技術 移轉出去 可是 乏人問津 乏人問津 那這個就是 但是那 像類似的事情 那你說怎麼解決呢 所以類似的事情的話 像 我們常常在這個領域的話 會聽到有一個叫做 美國 我們都很多這個 這個系統是學習美國 他們在立法就 方面就做了一個叫做 所謂孤兒藥法案 orphan drug 為什麼叫孤兒藥 所謂孤兒就是說 沒人管 這個藥有點像 也有點像孤兒 如果說是好的 topic 這個藥可能可以 這個藥是 這樣膽固醇很有效 對癌症很有效 那這個可能大家搶著來做 對不對 對啊 大家搶著做 那這些藥的話 有點像孤兒 所以 這方面也許我們可以再思考 是不是 那這 差別在什麼地方 我們也許再看 可能我大概最後一兩張投影片 再往下 再往下 好 這個是 B型肝炎 所以 那再來 好 B型肝炎的 這是人類乳突狀病毒 再往下 好 本來還要再講一個就是說 其實現在 不管是B型肝炎 或是人類乳突狀病毒 造成這個子宮頸癌的這個病毒 其實都有很不錯的疫苗了 那這個疫苗的 這個工作 這個疫苗的設計原理 他們是 利用這個 這個DNA 這個DNA 就是蟲組的這個技術 它可以做成 很像病毒顆粒的東西 但是裡面沒有病毒的 遺傳物質 好 所以這個東西打到身體裡面 身體的免疫系統 會把它辨識 這個病毒來了 但是這個人不會生病 所以 那這個生產的話 是誰來生產 就是用酵母菌來生產 所以這個 我想HBV的 B型肝炎的病毒 我們在台灣是 這個在我們台灣的 醫療史上是一個 台灣其實在這方面 對全世界都有很大的貢獻 因為台灣在1986還是87年 政策上就開始 那是 我聽別人講故事 是李國鼎 他就是說 這個就是 全面 新生兒就接受B型肝炎的這個 這個疫苗 那Turn out 這個疫苗確實是很有效 所以現在 現在這個 大概是 那個之後的 這個就是 年輕人 我想你們B型肝炎的情形是 不高 不高 但是在 就是說 在那個之前的世代 像是我的 這個世代的話 大概是有 將近20%的病人 是代源者 那這20%可能 都生活在可能 這個B型肝炎的感染 可能會導致有 滿高的 有一定的一個比例 要變成肝癌的這個 陰影之下 各位如果說 親戚朋友一定會有人是 到40歲 或 40歲可能就有了 50歲 或60歲 得肝癌的 HCC 這種肝癌的 絕大多數都是有B型肝炎 好 再來往下 再下 好 再下 再下 好再下 OK 那這一張就是說 我們就看看這個 藥物 我們剛剛說 就講到說 有些藥物沒人管 有些藥物大家拼命做 我們看看大家拼命做 想要賣的藥 所以說實在話 這個藥廠也是面臨到一個 兩難藥廠 一方面藥廠也是喜歡 我想每個人都一樣 總是需要能夠扮演一個 更正面的一個社會的一個 有一個角色 可是呢 他如果都是做這些的話 他可能藥廠要關門 所以他們也被逼迫是說 也很現實 如果這個藥廠 他在這個 所謂的 他的pipeline 產品的這個 生產線上面 如果看不出來 他可能會有一個 大的這個 這個銷售額的藥物 他可能就是 他的股票就 就下 這個 從公司的CEO 到 都有壓力 都有壓力 社會很 這個世界是 也是很現實 我們看這個是 這前十名的藥物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這些藥物幾乎都是 這個大概都是 你比較有這個病 比方說高血脂 高血脂 高血壓 憂鬱症 大概都是幾乎每天都要吃藥的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藥物跟一般的病毒 也不管是腸病毒 甚至像禽流感好了 像流行性感冒 也許我們說 有人身體好了 他三年不看病 或是三年不感冒 他三年不會吃到你一次的藥 這些的話不是 他一旦你的身體的代謝技能 可能四十歲 我的同事 有人四十歲 開始膽固醇高了 那就要開始吃藥 他可以活到幾歲 可能活到八十歲 他吃四十年 給各位一個數字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有這個藥 不過這些藥 確實有些藥 確實也是很不錯 真的是很不錯 現在我們的人 之所以能夠平均壽命到七十幾歲 快要八十歲 你還真的是因為這些藥物 膽固醇過高 可以長期控制 就不會有心臟方面的 血管症狀 你看你這個藥 Lipitor 它這個藥 兩年前的銷售額是 全世界是13.6 billion 美金136億 光一個藥品 一顆藥 所以這個感覺好像這個 好像也是一個 所以說這也是全世界 不論是開發中 或是這個 正在開發的國家 也就是希望說 這個應該是一個 也不錯的產業 要發展 但問題沒那麼簡單 問題就是 所以也許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是不是可以 我們可以再腦力激盪 好 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我們 徐主辦徐教授 那麼他的說明 的確是印證了 隨之品種藥 歷歷皆辛苦 尤其是 有些菇薄藥 那這個的話 可能對人類很有用 但是 對 沒錯 這裡面實在是 充滿了教練的課題 那非常謝謝兩位 他們把他們這個 長年來這個專業倫力的研究 深入解釋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接著第二個階段 是不是請兩位主講者 能夠到台上來 今天很難得 他們兩位 一位 從中藥的領域 來做很多的一些實證研究 另外一位 在西藥的領域裡面 提供了很多的一些 專利的一些數據 那這樣的 這個 中西醫病程 中西醫 雙管齊下 那麼可能帶給我們 非常多的一些 機會之窗 那麼所以我想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那麼我想我們分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就是我們先 一些 大家共同關切議題 我們先來請教 他們兩位專家 那麼接著我們還會 有一些時間 讓我們在座的 大家來跟兩位來討教 這樣好不好 那我想我們準備了一些題目 但其實有些比較的專業 我想 把大家比較關切的幾個 來先請教一下 那麼一個就是說 藥物的實驗 向來是 有爭議的問題 那麼如何來兼顧 那個研發成果 以生命的價值 我想這個 議題是不是 哪一位來跟我們 大家分享一下 您的 一個實際的看法 好不好 先請我們那個 李所長 我這邊比較沒問題 因為我這個從中藥來 那個已經用了五千年 所以 他開始的東西就比較安全 爭議比較小 不過基本上 真的是不是去把它 往前去做的時候 他的風險是很大 這個跟我們說 當初去開發西部 你出了這個 出了這個什麼 路易三 然後過去 都是大西部大病院 那風險都來 那這科技的東西 這藥物 那你做了一個加工 一個改變 其實風險是很大 那 你沒有去開發藥 就很多人會得了這個病 他就有問題 會死掉 會生命風險 那你去開發藥 中間一定要 要去做這個嘗試 所以像剛剛說 他把他的女兒 然後把牛豆種下去 做他女兒好像沒問題 這個現在還是有問題 這個兒童保育法 這個爸爸也不能這樣做 那 以現在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 有一定的程序 就是從這個 從細胞的毒性 然後去做小動物的 氣死裂 做非氣死裂 做菇乳類 這個靈長類 這個毒性一路做下來 這是所謂毒 做極毒 雅極毒 長期毒 那這個做完以後 我們還會做這個所謂 安全藥理 就是Septifal Ecology 那這個東西 都要在所謂GLP的底下做 那以現在科技的方法 然後可以預見的這個情況下 去做了這些 所謂對比的這個試驗 那做完以後 那才開始去做人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這是所謂在倫理上 倫理上 那就是說 以醫治的科學來講 這些風險 可以排除的先排 那排到最後 當然還是有風險 就是說 第一個是 測試的動物跟人之間 終究是不一樣 那這中間 一出了問題 那就測試的人 會不會受到 所以把人當白老鼠 那當然就是 所以我們在做 一般在做安全試驗 所以剛剛講第一期 我們剛剛講 臨床試驗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那第一期其實就是安全的 所以剛剛講 用健康的男生去做 他們做的當然是有設計 就是最早的時候 就把你一定要用的量 然後晚上做 就所謂Portocall 那幾分之幾 然後先給幾個人吃 吃完了以後 他覺得 沒有發現不好的問題 就晚上生 晚上生 再看 沒有問題再晚上生 那生上去 幾分之幾有問題 在晚下降 大概是這樣 這個中間是 怎麼去設計 不同的藥物 不同的準備怎麼給的 是由他的設計 那當然就是在這個 我們當然就是 以目前來講 就是大家的做法 就是用最可靠的 最周遠的方法 去避開這些風險 當然如果還有這個 還是有風險 那台灣 台灣在這個地方做事 比較麻煩 在歐美 他們這個醫師 所謂醫療的過失的話 這個還是屬於這個告訴的來路 所以你是在所謂在SOP底下 或是在Portocall底下做被核准的 被主管機關跟醫院核准的做 那有問題的話 這是屬於民事的問題 所以有保險公司會脫保 那當然你出來的問題 不見得都是會死掉 就是有的只是說 因為你就慢慢增加 人跟動物不一樣 去做老鼠 牠沒有死 你不知道牠出來的問題 人吃的時候 這人覺得 因為他這邊覺得 民這邊覺得 鼻子覺得癢癢 你都會講 所以是在這個論理委員會 通常是會在這個底下 去做他的判斷 那再來的話 就有給保險 那台灣比較麻煩 台灣醫師 如果有這個疏失的時候 是屬於刑法 是刑法 是要抓去關的 所以其實台灣在做這個 還比國外更麻煩 所以保險公司 台灣保險公司 也不太薄 像我們現在開始做 也是保險公司 還在國外去找 另外是各國都還有 藥物被害救濟制度 你忠實這個臨床試驗做 做的 然後做上千個人 那做完 還覺得這個風險 跟你要治療的這個 相對稱的時候 你讓他上市 上市有時候 還是會發現問題 所以這還有上市後的 這個藥品監視制度 是不行的話 要叫它下架 所以這個 當然這中間 怎麼去斟酌這個風險 跟好處 是中間是要哪裡的 好 不曉得你有沒有回答問題 這些題目 因為的確是 這個 藥品的研發 跟那個生命的一個價值 這裡我們都希望能夠兼顧 這是一個 可以說是 對 對 對 我也請我們去 徐博士來 剛好這個問題 你好 我們剛提到說 這個腸病毒的事情 這兩天 其實 本來就是 藥物的試驗 本來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也很難就是說 你會有一個做法 好像全部的人都沒有意見 那腸病毒這也更是這樣子 所以 之前那個 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不好 以現在的這個 這個模式來講 很不容易開發 因為 即使你這個藥物在 所謂的獨理測試 獨理試驗 你用這個動物來做很多獨理試驗 是推測這個應該不會太 沒什麼毒性 所以就可以進入臨床試驗 那臨床試驗是一二三期 通常第一期臨床試驗 不是要看這個藥物有沒有效 他是看這個藥物真的在人身上 正常人身上 是不是 是不是安全 才會有第二期或第三期去證明 去問說這個藥是不是有效 但問題是說 今天這個腸病毒 會有重症的這種腸病毒 其實一行 幾乎都是在小孩身上 所以面臨的一個 已經可以預測到一個問題 你如果這個藥物走到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會很頭痛 所以這個可能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是不是有開放 開放可以在座的聽眾 如果有特別的建議 也可以幫忙補充 我沒有答案 我就是 這個可能會是一個 potentially 一個頭痛的問題 對 這個現在醫藥倫理學的問題 其實相當的複雜 那麼我想 其實我們還準備很多其他問題 但是我看我們在座的參加的 很多非常地投入 他們也準備了不少的問題 我覺得 是不是 還是讓我們 他們來提的一些 可能更生動有趣的問題 然後如果時間在 你們兩位在這裏補充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這裡剛好有十位 那我想 我來轉述到不一定很精準 但是我就 是不是我先提一下 然後請念到的貴賓 那直接跟兩位專家來請教好不好 那麼第一位我想請我們 高尹弩 高先生 那您也有一個提問的問題 是不是您就直接來跟他們 來做一些交流這樣好不好 您先請 您的問題 您再講 好 我們不見得有答案 我們不見得有答案 沒有問題 是他在那邊這樣交流 是嗎 我要請教的是 高黎生 我沒有特別去研究高利生 它有效成分 發學結構是 到現在 已經 發現了沒有 那麼究竟有幾種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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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這個題目 也可以在這個 在這方面想研究的 年輕人可以做參考 不過我們有同仁做高麗生 我知道發表的論文 裡面前一陣子講是有300多種 300多種成分 因為一個植物的成分 它不是為了沒有種功能去設計 所以它什麼都有 大概比較多的就是 人參照乾 這個特別多 還有很多人在賣這個東西 它有什麼RHG1 什麼RG2 什麼一大堆 不同的照乾 有不同的功能 有一些是會增加細胞的活性 也有一些是還有抗癌的 但是還有一部分是讓癌細胞長得更多 所以有一大堆 早先也有人認為說它裡面有有機者 那有機者又有一些它的成分 那高麗生的成分它比較複雜 複雜主要它在根部 然後照乾類的東西 它那個糖借下去 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隱身物 所以這排列組合就多出來 那還有一個泡子 中藥跟人家 跟所謂的藥物不一樣 就是泡子 泡子就是藥材拿起來曬乾以後 它就去加工 那加工像人參 就是久爭久曬 這個有它的蜜方 那中 這個人參還有蜜製 有蜜製 蜜製就是用蜜去弄的 那有它是酒製炎製 所以是各式各樣的加工方法 那高麗生是有獨門配方 所以它還是機密 那聽說它最近還是從雞零参拿過去去炮製的 我們不曉得 韓國都如果對我們不好一點的話 我就會去把它搞出來 有人聽說它用複子去炮製 這是傳說之言 沒有時間去追究它 OK 好 非常謝謝 首長的一個說明 那麼接著第二位是請王德康王先生 是不是能夠也來跟我們兩位來做一個交流 很感謝今天我得到很多新知 因為我就吃Lipto 因為我有遺傳性三酸甘油脂 所以我現在也有高血壓 那我20歲得了四網膜玻璃 在三種開刀 所以我也有尿酸 所以現在得問題可能跟心臟也有關 所以說這個我有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剛剛在裡面所寫的就是說 那中醫所講的它有補跟蟹 然後很多東西是藥的問題 那我們有時候可能是不是也要透過運動 還有新陳代謝的問題 這個中間我想可能就問一下 因為高血壓 我在龍腫啦 高血壓 心臟病 痛風 還有高血脂 最後是糖尿病 這個聽說是五兄弟 會到最後都跟血管有關 還有跟眼睛有關 然後後面我不知道 跟運動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現在第二個問題就是 市面上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爸給我吃高麗生 我是不能補的 因為我吃完 文章裡面都是血 12點鐘叫我起來吃那個補湯 結果我們家有兩種體質 一種體質是臉長型的 就不怕 像我是虛熱的 只要碰那些我都不能補 大概我只能吃花旗生 比較溫和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市面上那麼多奈米基的東西 號稱啊 我不知道 因為像那個健康食品都很貴喔 所以粒粒些辛苦是沒有錯 但是你怎麼去分辨它 這個我講說 這個很多現在市面上 這個我想 二十分之一啦我想 其實它大概吹出來的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我們學科學的 所以我就問一下而已 謝謝 剛剛 剛剛 這個問題 大概等一下我會突然 不是不順來這樣子 把電腦關掉了 不過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身體的這個麻病 尤其是帶線性的幾乎 它是都會互相牽扯的 那人是一個複雜的機構 那真的講 用單一的這個藥物去治療 其實真的是不是很完善 但是 但是用單一的把電去做 它那個效果是比較清楚的 所以酸酸幹藥質多 這個膽固質很多 所以我叫降血脂劑 現在至少有好幾種 可以很有效的降下來 你這個血糖 血糖兩家高血壓 高血壓的藥 有一大堆 Beta-Molocca-Alpha-Molocca- 什麼 AC-Inhibit 一大堆 這個尿酸 那尿酸又是這個 這個什麼 燃性Oxid 這個Inhibit 這等等 多多有它的藥物 但是就是 我跟你講你去醫院看 它大概就是每一種 每一種就給你 那基本上 很多這個都真的是相關的 這糖尿病就會引起 這個血糖過多久了 又再引起高血脂 高血脂心臟就不好 然後就是心臟的這個 冬膜阻塞啊 幹活做營害等等 這都都是相關的 那這個東西 吸醫的方法其實也沒有錯 這我現在講 每一個藥的治療 就是所謂它的策略吧 所以剛剛講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治病 你也可以醫病也可以醫人 中醫大概比較看的是 可能是醫人 所以他可能會認為說 你就是因為腎的關係 那是腎虛引起的 所以是補腎 所以這個虛則補其母 實則卸其子 就是這麼搞好 就是這樣 那它的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在 很多同樣一個東西 你有不同的解讀方法 有不同的策略 所以通常大概 可能西藥的話 你一個高血壓的病 你進去 那醫師可以開的話 就固定 你醫師是從這個 BetaBlog開始 一直開到 Kaloxin ChannelBlog等等 它有系列 再不行 就把這個 利尿劑開進去 那中醫的話 他可能就不一樣 他有不同的策略 可能進去 十個中醫醫師 可以幫你開 十個方式 十個人開十個方式 十個方式 可能都有效 但是也可能十個方式 都沒效 是這樣 所以可能 所以現在很多健康食品 我剛剛講 就是有一部分 當然就是屬於真正病 有一部分還不到病 有些是病的前因 可能就是用這個食品 或是有一些健康的食品 其實是植物的草 藥草 就是說跟你平常在吃的東西 有點不一樣 還是 我們古來是藥食同源 但是 所以我們神龍奔草精 講的藥是上中下瓶 下瓶是治病 中瓶是強生 上瓶是炎蓮玉縮 輕生 那這個東西裡面 可能是可以從 調節身體的這個 一個是免疫的機制 一個是代謝 那基本上還是 可以解釋得通 那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去聽還是有機會的 我這個可能 我這個不是中醫師 我是有檢考過 沒有考到高考 沒有計画 我大概知道一點 我們在開發藥是比較 我是想辦法把中藥跟西藥 去把它結在一起 好 回答接著 我們今天講的問題 但是他們是 這個問題 對藥理方面 我會深入研究的 那麼接著第三位 我們要請的是 可能是要針對我們 徐博士的那個 菇耳藥 因為剛才這個引起大眾者 是不是請李應康 是不是李先 來 來 直接來跟他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有提到那個 菇耳藥的部分 可是好像沒有講完 就跳過去 我想請問一下說 目前那個菇耳藥 您剛才有提到說 各國其實有一些配套措施 那他們這些措施是 怎麼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既然是 需要一個經費 那現在在目前大部分 譬如說 以我們國內來說 是一個健保制度 的關係 可是因為健保 他有一些越來越沉重的 這個 經費上 這個透支的這個問題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對這個顧客要配到錯 實在影響的層面是怎麼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對我來說 有一點困難度 因為那個 就是這個法案 怎麼去影響這個 藥界的這個 真正的detail detail 我並沒有去 study 所以可能 如果一個比較模糊的印象 我想講的話 可能 我怕講的不正確 但是我相信你去找 那個上網去整理一下 應該是有相當多的 甚至很多 這個 這個 別人比較 仔細寫出來的 這個文章 都應該有 所以這個問題 我可能 不直接來 不直接來 來回答 不知道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跟我自己的專業 其實是 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覺得 好像覺得 不是很 comfortable 來來 對 但是我知道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有些 這個問題應該是政府 透過一個立法 可能有些機制是可以去 好 至於說 這個機制在 美國 在哪些 在歐洲哪些國家 它是怎麼 exactly 怎麼work 那如果說我們台灣要模仿的話 怎麼樣把它模仿過來 那我相信是 應該是有個道理可以去尋 好 但我可能沒辦法 馬上就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 因為這個是好像 這個 這個 這個馬上就回答 如果說這個是 一個考試題目 讓我回去準備 一個晚上 我大概 可能會比較好回答 那你剛剛第二個問題是 還是 都回答 都跟妳講 如果說 可能我研究的課題 就比較偏向在這個方面 那 那 想要知道說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可以說 你剛才提到說 在網路上做搜尋 那 有沒有一個 任何的 information reference 好 我舉個例子而已 比方說像 罕見疾病 好 罕見疾病 就是 罕見疾病 有很多種 那它的一個特色是說 這樣病人的 病人的數目也是非常少 好 所以如果照一般的這個 這個 藥廠的這個 思維的話 他們可能會把這個列為 他們不要去開發的 好 所以但是 但是我現在知道 有些罕見疾病的這個藥物 像什麼 年多糖 這些什麼 肌肉萎縮症等等 其實 都有藥物陸續在出來 那 這很現實喔 藥物既然出來了 那這個 藥物它 對藥廠而言 它一定也不是說 像慈善事業 藥廠做 因為藥廠要生存 所以這些藥物也不便宜 不便宜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可能就是如果說 慢慢如果說 像健保其實就有點像是 慢慢好像 我們跟福利國家的這個 這個一個 這個感覺 往那個方向靠近 好就是說 只要有人有這個病 有這個需要 好 這個就是全民買單 所以這個是 這是保險 保險的精神就是如此 好 所以 那 你說的是 對 可能對於藥廠來說 可能對於藥廠來說 他們還是有分所謂專利藥跟 肥專利藥的那個區分嗎 那專利藥的部分當然就是 它有那個 那 有那個經濟 有那個經濟效應的時候 它才會 才會去做這個 所謂專利藥的部分 那 那健保的部分 其實它 雖然有涵蓋到 專利藥 可是畢竟還是 比較少一點點 對 那我是想問說 在那個狀況底下 各國是怎麼樣來去處理 那個 各國我就 健保政策也是 我想這個是很專業的事情 因為 健保政策 到底哪些疾病的藥 要怎麼去cover 我相信這個醫界都 都很 很注重 不過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各位最近聽說 有一些癌症有的 標靶療法 標靶療法 最有名的就是像 肺腺癌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這 這三年以來 證實了就是 這個叫做個人 標靶療法 它也叫個人化醫療 也就是說 那個肺癌的 病人他如果這個 他的肺癌 癌細胞裡面是 他那個 就是上皮細胞生長因子 的接受器的基因 有一個特別的突變 這樣子的病人 吃這個藥就會有效 這個現在已經大概 在台大 醫學院楊潘池 院長他們領導的團隊 把這個弄得很清楚了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現在這麼好的一個藥物 在台灣其實大概會有一半的病人 是肺癌病人 是可以直接受惠的 但是這個藥物 現在的健保政策 據我所知是 被列為第二線用藥 也就是說化療用了之後 然後這個病人的肺癌又再復發了 才用這個藥 可是標靶藥 標靶藥物和這個化療的話 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化療通常副作用很大的 那標靶藥物的話就是 以肺腺癌這個藥物 IRISA 它的特色是 它副作用很小 所以我也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個是會被列在第二線用藥 而不是第一線用藥 我相信是成本的關係 因為這一個藥 一顆藥就大概2000多塊台幣 那當然病人也可以選擇 他如果是肺癌病人 他願意去負擔 他說自費 那就可以 可是就是 因為就是 如果說想想看 像這個肺癌的病人 很多都是 就是 他可能是家庭的一個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是照顧這個家庭的 但是他一用了化療之後 通常一般的病人 癌症病人用了化療之後 他就從 很多就是年輕的話 就是從照顧人 他變成是要被照顧 但是如果說是使用標靶療法的話 他因為比較沒有副作用 他仍然還是可以 一邊就是 雖然生病 但是他一樣還是可以 他至少不需要被照顧 這個我就知道說 我的了解非常有限 不過我知道現在很多的政策 可能跟實際的狀況也不見得 不見得跟得上這個腳步 我想最近的話 我們剛剛跟社長也有提到一個 很多時候我們的政策 根本趕不上變化的 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 對 其實這裡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課題 就是說 如果要其實我們發展出來 很不容易研發出來 但是它的適用上 或者怎麼樣 那是一個藥物的一個 怎麼來 尤其在健保政策下如何用 這是一個公共政策的課題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非常謝謝 我想我們只能做 點到為止 也許各位有興趣才可以做 進一步的衍生 再來一位就是 請施錦玲小姐來提問 她可能對 某些藥品有特殊的意義 請教 是因為我剛剛看到最後一張 有三種藥是 尤其有兩種藥 是針對那種精神科方面的藥 然後有一個 剛剛那個教授有講一下 說是抗憂鬱症 那我只是很好奇說 像這樣針對那種精神方面的疾病 如何去做研發開發新藥 因為我沒有做過 所以我也 不過如果說是從西藥的話 剛剛那個就是李副所長 他有一張投影片 他講的是說 這個藥物的標的好像有483種是不是 你的投影片 大概有好幾百種 這個標的很多都是蛋白質 或是一個receptor 那所以說精神 我想是就是要根據這個精神病 或是憂鬱症 其實現在也知道說 像比方說像 像有些人專門去研究 馬非 馬非的毒理的 那其實都是有相關聯的 所以像這一類的這個接受器 這一類的接受器 然後你去調控它的話 可能會調控你的精神狀況 我們知道馬非會止痛 就是說你本來會感覺到痛 現在用的馬非你就不覺得痛 然後說 好那有些這個 那詳細的這個基礎 詳細的基礎就還是要去 要去查文獻 或去查教科書 不過我想這個西藥是 就是很清楚 基礎是這樣子 必須要先知道 可能從證據開始 根據這個基礎 我們知道 以前有一些藥物是 可以被發展成功 所以我們來 來就是來發展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的話 可能就是 這是已經知道的這個標靶 這個標靶對這個疾病 是息息相關的 另外一個我想在這個 很多的這個 比較就是我們所謂 生命科學的方面的研究 就是說有些疾病 其實真正的病因 並不清楚 那他怎麼去證明 做實驗或是 有一個人體的這個 有這個人的這個 相關的研究是 他去證明某一個標靶的 也許是這個 某個人他可能過量表現 或是他過低的表現 造成了某種疾病 那這個機率如果清楚的話 那就可能 西藥就是走 剛剛有一個 可能就是先去篩選 篩選的話看你的規模 有些人一篩選 就是十萬個化合物 上百萬個化合物 找到了以後 有效的東西以後 再來分析它的化學成分 然後化學家再去合成 看看這個東西 會不會變成說是 比較有效 而且是不是比較有專一性 大概是這一個 好 非常謝謝 那麼接著是請一位 廖文婷廖同學 他有一個問題 要來跟兩位老師請教 我要請教那個 為什麼是那個 水象生化狀況 就是有一張投影片 然後是什麼萃取分離 然後裡面有那個 水象生化狀況 對 好 那個 裡面有一張 應該是特殊水象萃取 跟那個生化轉換萃取 是不是 他上面有 他看得很仔細喔 應該在這裡 好 其實它本來 這是一系列的水象萃取的技術 我們通常那個 西藥大概都是 油的東西比較多 不然它做成原材容易水 中藥特別都是在水裡面的東西 水裡面的東西再去跟裡面做分離 通常比較麻煩 那最近有一些技術 技術就是 從水象裡面去 去萃水象的東西 所謂酸水象 酸水象大概 譬如說有一些多糖 然後去跟水在一起 它就變成兩層 它是可以水 就是它都是水東西 它可以分層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 水象生化轉換是說 我們在萃取這個水象的東西的時候 加上一些酵素下去做 去作用 那很多中藥 很多中藥它本身 它帶來一些衍生物 比如說糖的衍生物 那我們藉著這個 在萃取之間 先做一個處理 那這跟中藥的炮製的概念有點像 我最近在做了一些東西 一個細心肝炎的藥 有一個是 它是所謂造肝類 剛剛講人生也是造肝 造肝一出來 它的排列組合很多 那我們將來去做那個瓶管 跟這個製造的時候是很麻煩 就是你一做出來 然後一出來就十幾二十個東西 那你說取裡面的一個東西來做 那是最有效 但問題是它含量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那就是不合成本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用酵素去讓它做反應 然後把它轉換成 轉換成某一個特殊演生物 通常就是把糖拿掉 然後再加糖加回去 然後變成同樣一個糖 大概是做這樣 所以這個所謂水象生化轉換 這是我們自己去取的名字 不是很傳神 不過大概是在做那樣子的工作 這位同學真的是 看得很仔細 對 非常的仔細 那麼接著還有另外一個同學 也要提問 就是詹君廷同學 他有幾個問題 我想也可以來 來跟兩位老師請教 那個人可以產生抗體對抗病毒對不對 對 那個是在細胞裡面產生 然後對抗病毒嗎 還是 問題是說抗體是有什麼產生 是不是 然後它產生之後是 它是在細胞外還是細胞內產生 然後對抗病毒是在細胞裡面 就那個還是在裡面 對 那個細胞 免疫細胞有好多種 免疫細胞有好多種 有一種叫做B細胞 B cells B細胞它就是產生抗體的細胞 抗體產生出來一般我們認為 因為你病毒 病毒就是我們病毒的表面 大多數是蛋白質所組成的 這些蛋白質它會有所謂的特別的epitope epitope 中文要怎麼講 它可能就是說 某一些氨基酸的組成的 那個結構 它就可以刺激免疫系統 然後會發展出來一個B細胞 專門就是會產生抗體 這個抗體就可以跟那個 這個病毒的表面的那個區域做結合 所以當我們身體裡面有這種抗體的時候 你真正的病毒進來的時候 就立刻就有這個抗體可以去認得了 這是疫苗 大多數疫苗這個 沒有打疫苗的話 會有一個情形就是說 這個病毒進來它大量複製 雖然這個時候身體也開始要 這絕對有些病是這樣子的 絕對有些病是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看什麼病 這可能是看什麼病 你的問題很好 我們贊同學提的問題 事實上真的是 也是大家都共同關切的 那麼接著下一位 還是我們的一位同學 周文君 周同學 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病毒有辦法真正殺死它嗎 就用藥物可以殺死它嗎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老實說是 就是藥物沒辦法殺死病毒 就是說它只是破壞那個什麼 破壞細胞然後讓它沒有辦法生存 是這樣嗎 就是我們老實講 我想這個 或者說我知道你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很深入 就是很深入 我也許做一個比喻 就是說其實你今天放一把火 這個病毒會被我們燒掉 我們也是消滅病毒 是不是 或者說我今天用一個清潔劑 消毒劑 我也可以把病毒破壞掉 但是這樣子的事情 絕對不可能應用在人體 所以這些藥物的原理 其實我剛剛 特別是我剛剛那幾個 我列出來的這些藥物 根據我了解 它是阻止病毒繼續複製 就是說病毒可以進來身體裡面 但是它 通常一般的病毒 它很厲害 它進來身體裡面 它找到合適的宿主細胞 它就一個感染的細胞 它就可能可以產生 成千上萬個病毒後代 再去感染別的細胞 所以如果說你的藥物 可以阻斷這個步驟 那這個病毒對身體的傷害 就可以大為降低 怎麼阻斷是不是 對 好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 我們對病毒的這個 對病毒的這個 複製的過程 剛剛我不是有一張投影片 說到病毒的罩門 要了解 對 很多病毒它 雖然它在身體裡面 它之所以會 一顆會變成一千顆 它有病毒的複製 病毒的複製過程當中 需要有一些特別的這個酵素 的話 我們如果可以把這個酵素阻斷 那這個阻斷這個酵素 又不會影響細胞的其他的正常功能的話 那你們 我剛剛列的這些藥物 大多數是這樣子的一個機理 好 非常謝謝 我們好像說先一點時間 所以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想可能時間上 我們可能只能再請最後一位來做提問 那當然 接著還有一點時間 那麼如果結束來後 還可以難得 你們兩位教授可以做私下的交流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程序 還要有幾本書要 請兩位教授來跟大家分證分享 所以最後一位 我們請陳明洪先生有請 就是有提到公園院李副首長 就是有發展吸肝病毒的藥 那麼這個 這裡面有寫到說 從300多種中潮藥篩選出六種去療效的 但是後面這個報導又講說李先生 李副首長表示 新藥成分多達41種 那麼這邊講說六種 然後又講41種 這個也是不一樣 但我的問題是 因為我目前知道 看了這個 然後我知道在台中種種 台中種種有做一種 也是說是對肝的這個 已經在做人體實驗 那麼這兩種 您發展出來 跟現在台中種種這個 有什麼不一樣還是 我是想請教一下 好 台中種種就是許醫師做的 那個 那個東西 其實我們在發展吸肝的中藥裡面的一種 我們現在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去抑制病毒的藥 那現在還在實驗室中 那是抑制病毒的 它的那個 蛋白質 那個DNA複製的一個 酵素的藥 那是特別讓它篩選 那這一個藥是 以中醫的概念去設計的 那它主要是想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治療的話 很多病人就是 現在主要是用干擾素 跟那個里巴布丁 這兩個東西在用 那病人很多都會很辛苦 那這個肥瘡很大 那他的選擇藥物的方法 主要是 一個是 是增加身體的免疫力 那也主要的我們也去追 追這個干擾素 就讓身體自動產生干擾素 所以 所以它 它是用中藥去配 然後再加 這個保護肝臟的藥 就是把中藥本來的 這個東西去混下來 所以剛剛講 是六個是 是中藥的藥材 就是用六個中藥的藥材 去組合 它的成分是我們去定它的 指標成分 就是中藥材裡面 每一個藥 把它裡面它的化學成分 一個是藥材 就是好像人參 這個人參裡面它就有很多成分 現在是定它 比較跟活性有相關的成分 陸續定定了41個 所以這中藥就剛剛講 多成分、多打點、多作用 多功能的一個藥物 不過基本上它合起來 就剛剛好能夠幫助身體 增加主要是干擾素 跟這些免疫的效果 另外它還有保護乾燥的效果 那跟龍總它的那個藥 我大概知道這是用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 它也是從我們那邊過去的 對 它是跟一個生技公司合作 我們的做法跟它不太一樣 它主要是在保乾 不過它的導廟在講在吸乾化 它主要是它做乾硬化 乾纖維化那一部分 對 我們這個是針對吸乾 其實它 這一塊是比較快 是因為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跟醫院合作 那台灣有一些中醫 就是有中醫門診的醫院 那這是根據古方 那因為我們要這個健保 健保對吸乾的這個給付裡面 然後它希望它這個到了某個程度以後 它才給 那有一些病人它不能給 所以總要找個藥給它 第一個 第二個是用這兩個藥 用這個銀河費用跟 然後 利麥布林去做 那有失敗的 有失敗就是 它不是都有用 那失敗的這個病人 就沒有別的藥用 所以 把這個加上去 它發現有效果 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個環子 去重新設計 那 所謂去福存清 把它設計出來的 就只是 做生 Tiago 有什麼 肝癌 沒有 不是 不是 是不是 現在 現在 是 現在 接下來就是我們其實是有轉給一家公司 我們也在申請了臨床試驗 現在是在做Fest1的設計 原則上我們有選第一家醫院 其實包括告知都有看出來 我們是跟高一合作 會在那邊做臨床第一期 因為終究我們還是經過分離 有做分離 你現在大概中藥委員會得藥的話 他是只有用 在這邊就用 有做了萃取跟分離的話 那就會變藥珍珠管 所謂植物藥 這樣子的話 只要你做了分離的動作 他就要你從Fest1做起 那就是先做健康的 然後再做有病的 這個流程從Fest1到Fest3這樣做 所以現在應該是 應該是現在在申請他的R&D 我們在年底之前應該會做臨床 好 非常謝謝 我們謝謝兩位專業的老師 那麼今天跟大家遇見科學 其實我們大家發現說 其實科學跟生活跟生命 是這麼的密切相關聯 真的是非常感謝 那麼是不是我們大家用熱淚掌聲 再來感謝兩位 我們領事務所長以及劉博士 我們領事務所長以及劉博士